李佳琛的角色是 我是別人的女兒 我是別人的妹妹 我是別人的女朋友 我依然是 很想透過每個角色給觀眾驚訝 這次我是認真的 剛才不認真的 第三招 魚翁散網式 不是,我犯規了 一招就有三招 啊?是嗎? 我犯規嗎? 其實是殺手姿勢 不行啊 我還未達成我心願 十秒銷售新書 所以我不會怎麼銷售 一百 減十也好 你們 八十也好 八十 我要 一百 耶 有啊 有啊 我最努力無白費 我是得到十秒才有新書的 我的第一本三文集 《心之所往》 裡面除了有我的美照 有我親手拍的照 其實還分享了很多我小時候一些很奇怪 很醜怪的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記得買一本書《心之所往》 我從小到大都是對這個世界很多問題和幻想的人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會透過一些戲劇、電影、一些對白 甚至乎在書裡面某些句子 會令到我有一些共鳴 或者會有一些力量 是令到我覺得 解答了一些可能一直以來循環很久的事 所以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像是一個種子 一路原來種在我的心裏 《崇普尼泰郎》 是一個我挺喜歡的作者 她基本上她的生活很真實、很簡單 用心過活 她說了一句是類似 在你失望最不好的時候 其實同事也是你最好的時候 如果這句話 套用我最近就是我寫這本書 在我當全世界有時會覺得 我這段時間沒有劇拍很多時間 但反而我那段時間也都是實行了一樣 就是我自己心裏最想做的事 如果要說分享書裡面的內容 我第一篇 因為我是用路來包頭 第一篇是叫單程路 世界在我眼中也很難以理解 但在我走這條單程路的過程裡面 經歷了些什麼 而令到我有所改變、有所體悟 而令到我今時今日的理解心 就之後會一直有解答的 我以前是用李嘉興的名字 誰過來了 有個隔壁的過來了 甚至根本沒有人認識我 也沒有人認識 連公司裡面的人都不知道 我全靠因為學時學費 做了學時學費之後 外面的人認識到有一個李嘉心的人 連公司裡面的人都看到 原來我們公司有一個新的女生 過來叫李嘉心 學時學費的過程也很開心 大家幾個女生嘻嘻嘻說一些常識的東西 由綜藝節目之後到 有監製願意在劇集裡試我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是因為喜歡演戲才能進行TVB 所以當時由第一次單戀相成 找我的時候只有四場戲 但我終於很開心和很緊張 因為我終於有機會可以在這裡 做一個演員 到後期由四場戲、六場戲 然後幾集戲這樣做下來 甚至乎是做一些狐狸精、小三 人家所說是最不討好、最討厭的角色 雞只是雞 根本你都不懂做人 我不是雞 據倫義 那個到現在都皆知漢文的那兩隻字 囚雞 吳代勇本身他已經走出來 已經有那個氣場 他有那個老闆的那種威嚴 也有那個氣勢 基本上你順著他就可以了 那我終於這個角色就是 哇,他扔錢那一刻 喂,你的反應很自然就會有的了 你的委屈很自然就會有的了 因為這些就是跟前輩合作的時候的得著 如果你說踩國界來計 我跟浩信、鎮朗和師輩 都是第一次合作了 他們每一個人的 input 下來 然後所產生的那種化學作用 其實是錢買不到 以及你夾也夾不到 因為不是你有計劃 或者你預設 你想想想想想不到的東西 好東西是要一起分享的 瘋子幫我找工作 那你幫我查案 那沒底足 我跟阿朗合作了幾次 由狗口狗骨 到後期做情侶的都做過幾次 大家合作過很多次之後 也有默契 你看到你 很願意去扔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我知道 他很頑皮 他一定能接得到 男朋友懂得看中文嗎 你懂得看我嗎 鬼女懂得看中文 當然 不是 我跟阿朗合作是 一定會有驚喜 我到那時候跟她說 你喜歡另類的東西 你在巴勒 漂亮了 雖然MK妹妹 但她很漂亮 很多不同的衣服 髮型 好了 這次我要你 完全另一個阿里給別人看 嗨 錢去線了 深深的朋友 你給我錢 可以嗎 根本就是 故意寫醜 給我醜角 這樣 因為頭髮爆炸 一來 根本是真寶珠 那顆是 然後戴著哥哥 戳了眼鏡 我做戲很辛苦 我的眼睛 我要做到很大 才能看到我 是做了戲 我跟高令很多對手戲 糟了 剛才我看到她 那隻眼睛是 她向上掃 她看著我 她認得我的 她今晚不就回來找我 她有一天跟我說 你真的很像阿Cash 你平時說話 你怎麼跟阿Cash一樣 她這樣跟我說 我馬上 那你是不是超棒 你是不是在踩我 因為阿Cash 是很麻煩 很不羞蝙蝠 很粗魯 很大動作 做一隻那些 原來我不覺不覺 我已經是 是入了那個狀態 導致我平時在 外面之後 我都變了很大的動作 然後很誇張 眼睛很大 原來我是透過我的角色 開了我一些 原來我曾經 從來沒見過的一面 我自己都不知道 由小三 回禮精 到一個小面養角色 然後做媽媽角色 我很快已經做媽媽角色 甚至乎做MK妹 到現在殺手 很棒的這個師奶 但她有點聰明 好嗎 我很開心 是有透過不同的角色 都是令到我成長 我依然是 很想透過每個角色 給觀眾驚訝 很想透過每個角色 都了解自己更多 而擴闊我的可能性 是呀 這個是 到今時今日 都是沒變的 一百一見到嗎 好緊張呀 你弄多我 十秒了 那些照片 是呀 宅男是不是一定要有漂亮的照片 那些樣子 衰經歷 很吸引 好嗎 OK 夾到夾到夾到